离铁被查恶行清晰曝光 祸害男主严重违法 有迷又盼望 真的是好消息啊 中央纪委和湖北省监委监察调查 离铁的恶言 特别是恶行 正式开始清晰的曝光 印证了一条真理啊 手莫伸 伸手必被抓 哎呀 发布这个消息的是湖北省纪委的监察网 明显的表示 离铁涉及球员交易 利用主教练的身份 大势牟利啊 各位小米朋友 这个大势牟利 带来的是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啊 这个一连串的连锁反应 打断了中国足球的脊梁 为什么这么说呢 打个比方啊 张三球技全国第一 李四的球技非常拉垮 伯家队选掉各路的大将 选谁啊 肯定选张三吧 对吧 其实是错了错了错了 李四虽然球技那么差 但是他只要加入到 李铁指定的经纪公司 好处非到位啊 国家队就必须有李四他 听懂了吗 一句话 李铁带领的内置国家队 完全不能代表咱们国家 最高的水平啊 所以啊 12强赛打成那个麻雀的模样 我们现在看到 沙特 日本 韩国 伊朗 不屈不脑 敢拼 敢杀 踢出了呼呼声器 打出了亚洲之光 我们球迷羡慕之余 唯有赞扬 赞扬之余 只能是黯然神伤 没有李铁为代表的败家子 黑心肠 世界悲伤 纵横辞成 大杀四方 就应该有咱们的中国队啊 我真的想骂他的爸爸 骂他的娘 幸福不死 鲁难 未一样 害我中华 关在里面 闹字也要骂 我与李铁 只有公横 没有丝绸 因为中国男主 代表的是咱们国家 谁敢败坏 国家的形象 骂 是最轻的呢 去年我就说了 我恨不得给他 吃三个杀头巴掌 只可惜 我在我的身边 想打也打不着啊 打不着 也不可怕 国家纪委 湖北监委 终于重拳出手 一个字 抓 哎呀 抓得好啊 各位球迷 我们真心的盼望 光拔一个萝卜 肯定是拔够的嘛 坏萝卜 一大筐 必须一个一个 全部拔光 萝卜种不好 为什么呀 关键在土壤 那就需要 彻彻底底的换土壤 什么里铁张铁 皱武 王八 来个一锅会 一扫光 这些个臭王八 锅里煮了 也不能吃啊 直接倒进臭水沟 下水倒吧 大水一冲 冲进太平洋 滚得越圆越好呢 我还是相信 正本清源之后 中国男主 很快就会迎来希望 球迷朋友 您说对吗 这个视频 真的要请您 点赞留言 转发一下 中国的足球啊 不能缺少你 缺少我 缺少他呀 以我他 携起手来 汇聚成为 中国力量 游客